哈喽兄弟们,我是日风,春天到了啊 作为一个偶的天井人,我们必须要搞一点海鲜 首先我们看一下今天都有什么啊 森猴,这个你们有知道叫什么的吗 天井应该叫马隔 这个应该是我最得意的啊 铛子,真的是相当的肥啊 最后一个皮皮鲜 今天这个东西确实是格外的多啊 所以我们这期视频我们决定分两天做 因为确实我们三口人吃不了多少 所以今天我决定做这个铛子 还有皮皮虾 为什么这么选呢 因为我觉得这两个 为什么这么选呢 因为我觉得这个马隔还有这个生蚝啊 还可以再坚持一天啊 如果你们想看这两种怎么吃呢 请看下一集 腊炒花隔 这皮皮虾我们就蒸着吃就可以了 还是得回来一下啊 就是每次你要是不说这两个字呢 我总觉得没有什么仪式感啊 开整 先把这个皮皮虾简单的冲洗一下啊 当然不能泡太久啊 泡太久皮皮虾就没有那种海味了 不要问我是怎么知道的 我受过靠腾教育的 把这个铛子用水投一下 接一锅水 先把水做开 上蒸锅 撒一点花椒 千万不要问我蒸几分钟 因为我确实不知道 现在这个水开了 把这个橙子放进去 等这个水再次沸腾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捞出了 千万不要超时间太长 别问我是怎么知道了 我绝对不会告诉你 这是海边海鲜摊的老板告诉我的 你知道的太多了 再次开锅 我们就可以捞出了 好肥啊 手指对比一下 切一点洋葱丝 香菜切一点 大蒜 搞成沫 放油 先下洋葱 蒜放进去 酱油 饱油 撑着放进去 稍稍来一点糖 香菜 搅拌均匀 太爽了太爽了 如果你想吃辣一点的 你就用干辣椒 呛锅就可以了 我们家没有人吃辣 所以就不呛了 我们家没有人吃辣椒 兄弟们 炫 看看大不大 太爽了 哇 哈哈哈哈哈哈 一口一口太过瘾了 哇 看皮皮啊 小紫 这一点这个料啊 哇 哈哈 炒这个一定按照我这方法 看 不出汤 看见了吗 78一斤呢 果然啊 个个有子 这25这么大个人 太直了 这在大森港 还比招加100多钱 给您比较一下 手指都那么粗 哇 太爽了 这 想知道明天的嘎的和生蚝的 请收看下集 拜拜 哇 太爽了 兄弟们 骗你了 我先吃了 马可和生蚝 再见